原来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 苏联就在中苏边境成兵百万 甚至扬言要对中国实施 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中苏关系跌入股点 而越南在胡志平去世以后 渐渐向苏联靠 与中国的关系渐行渐远 1978年11月 越南同苏联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 两国皆为准军事同盟 在地缘战略上 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 一个月以后 在苏联的支持下 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妄图建立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 不仅如此 越军还在中越边境 不断进行武装挑衅 甚至推倒戒备 进入中国国境 打死打伤我无辜边民 这一系列局势的变化 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战朗平当时就明确讲 这对中国看来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种威胁 那么这个希望美方 引起美方的关注 不要掉以轻心 然后随后在1月30号 战朗平再次跟德卡特明确提出来 就主要谈越南问题 就是说这个越南现在很狂妄 号称世界第三军的强国 仅遂美苏 而且是这个号称是一个越南士兵 可以打30个中国士兵 这个是已经狂的没边了 那么同时呢 现在是进攻柬埔寨 要搞这个就是地区霸权 中国要教训教训这个越南 就所谓的小霸 可是邓小平的计划 却让美国人有些措手不及 对卡特来说 考虑中国和越南的问题 眼睛却不得不盯着远处的苏联 当时美苏的全球争霸 已经进入白热化 苏联自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奋起直追 到70年代 两国的实力已经是苏公没手 苏联战绩的上风 此前 由于苏联的强硬不合作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 第二阶段谈判陷入僵局 卡特政府的处境十分被动 这才走了拉拢中国 制衡苏联这个气 然而 中国一旦发起 对越自卫反击战 那么这种平衡还能维系吗 万一苏联出兵干涉 美国是否要伸出援手 帮助中国这个新朋友呢 卡特的心理十分矛盾 那么随后在又一次见面的时候 这个也是解密文件 应该是第206号文件 卡特当时是提出了9项反对的理由 也12345这么厉害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支持 中国军事打击这个越南 当时这个邓小平 听卡特讲完之后 然后立刻就回应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 也要做一些不希望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必须做 我们就一定要做 对越南我们一定要进行 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同时呢 我们保证这是一个有限的打击 10天到20天左右 经过军事打击之后 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 然后随后中国就会无条件撤军 这明确了就是多次向美方传递 就这个就我们这个决心和意志 感谢观看